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4月13日 通车一年多的中老铁路正式开行国际旅客列车 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重大成果 4月30日 中方承建单位表示 中泰铁路项目建设进入全面加速期 中泰铁路是泰国首条标准轨高速铁路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旗舰项目 建成后 将大幅改变泰国铁路基础设施现状 其二系工程还将延伸至老挝首都万象一和之隔的廊开府 中国昆明 实现与中老铁路的有效连接 促进区域国家间互联互通 带动沿线旅游 物流 贸易等行业蓬勃发展 相比中泰铁路开工更晚的中老铁路却提前一步建成通车 前者经历了哪些曲折 记者就此专访了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 批诧翁帕迪博士 记者问道 您曾在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上笑称 对于中老铁路 泰国的笑是无奈的笑 老挝的笑是开心的笑 中泰高铁的开工时间更早 但中老铁路却率先完工通车 中国读者们也很感兴趣 泰国民众到底怎么看待这两条铁路的境遇 批诧翁帕迪表示 确实 我在很多会议上提到中老泰铁路都会自嘲一番 毕竟已经成为现实 泰国民众对此也还能接手 在我们泰国做事情都比较慢节奏 但是涉及高铁这种重大的国家级项目 有时候太过慢 结果就只能是无奈的笑了 根据中老铁路公司发布的数据 2023年一季度 中老铁路老挝段累计开行货运列车954列 同比增长112.47% 发送货物66.7万吨 同比增长261.65% 中老铁路货运量增长显著 货物品类也更加丰富 已从开通初期的100余种 拓展到现在的2000余种 据悉 老挝发往我国的货物主要是铁矿石 木熟粉等 中国发往老挝的货物主要是机械设备及配件 家用电器 蔬菜等 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经老挝转运到了泰国 越南 缅甸 柬埔寨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 泰国看了眼红也很着急 今年2月份 泰国与老挝签署了一项 有关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 老方同意给予泰方通过老挝段铁路进行 泰国 老挝 中国之间的跨境铁路货物运输的受罕 并简化老挝泰国和老挝中国的货物运输手续 今年3月份 泰国商务部与老挝工业及贸易部 私营企业团队会面 就促进泰老两国间的经贸合作进行商讨 以实现2025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10亿美元的目标 此次讨论中 泰方希望老挝政府加快有关部门工作进程 切实考虑在两国边境地区增设12个检查站 为泰国商品对华出口提供便利并增加灵活性 尤其是水果 接下来将进入上市季节 老挝方面的表现耐人寻味 老方表示将会与有关部门商议此事 以尽可能给泰方提供便利 也是在3月份 泰国铁路运输局海关总局来到老挝万象 商谈泰国老挝中国铁路连接计划 加强跨境运输合作 在接下来3到5年内降低30%到50%的跨境货物运输成本 为什么要强调降低跨境货运成本呢 去年7月中老铁路老泰铁路的列车换装厂建成后 中老泰之间的全程铁路运输要经过塔纳棱路港 而老挝单方面在塔纳棱路港收取高额转场费 单贵高达460美元 此前老泰铁路和中老铁路实现对接后 泰国原本计划每天运营14列火车 因为老挝收取转场费过高 泰国尚未实现之前的计划目标 与老挝万象塔纳棱路港仅有一核之隔的廊开 是中老泰铁路的重要节点 目前泰国正在改扩建廊开站 将其定位为跨境货运中心和工铁运输纽带 据悉 廊开车站周围1200亩的区域 已被泰国政府指定用于开发国际货物清关厂和集装箱储存区 据泰国方面的数据 2020年廊开口岸的货物进出口额 达到人民币205亿元 约占老泰两国贸易额的五分之二 泰国早在前总理阿比实质正时期 就开始推动与中国的高铁合作 距今也有十多年了 那么中老泰铁路的泰国段建设的最新情况如何呢 根据泰国交通部轨道交通厅最新评估 中泰铁路曼谷赫勒段 也就是中泰铁路一期工程 预计2026年竣工通车 中泰铁路赫勒廊开段 也就是中泰铁路二期工程 原计划在一期工程完工后 再通过三到四年完成建设 即2030或2031年通车 现在二期工程提前计划2024年开工 有望于2028或2029年前建成投用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 就是泰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以及来自外部的影响 批刹翁帕迪表示 我们的政府是从上到下的规划与推进 但到地方层面不一定能行得通 这也是泰国内部的问题 不乏一些我称之为蛀虫的人 会去跟所谓的域外大国联络 并加以干预 由于大城府那边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 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因此修建高铁前的环境评估比较麻烦 尤其是一些非政府组织 所谓的环保组织参与抵制 导致高铁建设项目进度缓慢 作为一名学者 我在调研期间了解到当地民众的反应 点到为止的说 简单概括这件事就是五个字 利益相关者 记者问道 中泰高铁修建一波三折 您认为各方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 批诧翁帕迪表示 泰国的部分政客 媒体与学术界对于中泰高铁确实存在一些误读 比如只看眼前 不看未来 认为修建高铁无法收回成本 更有甚者他们认为中国能通过高铁控制泰国 这些反对修中泰高铁的人 其实只占整个社会的一小部分 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快破除西方在东南亚的话语权 特别是建立自身的话语权 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转变思维 如果一种技术的输出是为了帮助当地民众摆脱贫困 走向富裕 有什么理由不获得民众的支持 这是理直气壮的 自2013年以来 中国连续十年成为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去年中泰双边贸易额约1350亿美元 中国是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大来源国 泰国则是中国首批出境游试点国家之一 当时我国的副总理 旅游与体育部部长 还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中国游客 3月15日 中国开放了泰国公民的各项签证 现在中泰两国民间往来更加便利 这会令泰国的旅游业受益 预计旅游和商业部门的双向交流 将成为未来几年泰中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 至于实现高质量发展 则离不开两国间的创新合作 目前泰中在高科技领域不断加深合作 比如华为在泰国建立了5G实验室 长城的新能源汽车也很流行 比亚迪特紧紧追赶 两家中国汽车品牌都受到泰国民众喜爱 且正在泰国投资建设工厂 另外中国的太阳能光伏产业正在加大投资力度 许多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泰国的金池工业园区落户 这些都是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 未来中泰两国在新能源 信息科技等领域可以加强合作 事实上从中国的长城汽车 比亚迪汽车等在泰国的发展就可以看到 新能源汽车在东南亚拥有巨大的市场 说到底 我认为东盟国家离不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中国也不会抛弃东盟国家 双方能够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